民眾到美食賣場 打開冰櫃挑選牛奶 但有民眾把牛奶買回家 卻大傻眼 仔細看照片中 牛奶瓶蓋明顯少了內蓋拉環 讓民眾嚇得PO網說 我發誓打開就這樣了 如果牛奶被加料 真的很恐怖 實際到賣場之際 拿這個時候會特別去檢查 它有沒有開過嗎 不會啊 我們常買應該都還OK 之前聽說有人買到 竹蓋子是被打開了 是啊 對啊 應該沒那麼恐怖吧 對 對此民眾打電話 向賣場反映 但客服卻解釋說 可能是賣場試喝人員 打開牛奶先放冰箱 才會被民眾拿到 卻被原PO打臉 當天根本沒有試喝活動 這個也被開過啊 會要求退貨 會要求退貨 因為不知道裡面有沒有污染過 對 尤其是小朋友 如果喝到的話 會不會擔心這個問題 一定會很擔心 破文一出也有人說 自己曾買到被開封過的鮮奶 過去也有記者當秘密客 拿著喝到只剩十分之一的鮮奶 實際測試 如果像牛奶喝到像這樣子 可以退嗎 如果如果只剩下 真的有問題的話 可以退嗎 對 好 雖然以上實驗 純屬測試 卻證實賣場無條件退貨 但賣場強調 食品退貨都會一律銷毀 目前也沒有聽過 有民眾反映牛奶被開封 只是過去也有民眾挑選鞋子 發現鞋底明顯磨損 鞋面還有污漬 美食賣場退貨太方便 奧客難防 但也讓人質疑 品管要再好好加強 三新聞中央局 劉仁君談不倒